哈囉大家好,歡迎到Y.A.Biary 每一年的最後一個月啊,我會把它定義成是個人的歡樂月 那今年呢,我們來看一下會有哪一些歡樂的好朋友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 是為文房四寶筆墨子業第一位的筆 這個鋼筆的品牌是 品出鋼筆,筆出Pen 我們很感謝設計師的邀請,讓我們有機會可以認識 而且使用到這麼美麗的鋼筆 好,在開箱之前呢,我們先來介紹一下這個品牌 他們是2018年10月份成立的書寫設計品牌 所以現在也才三歲而已,還是很年輕喔 而且他們還很年少有為 有曾經入圍過德國的Paperwork Selected 這個是在歐洲地區很大型的國際文具、紙品還有辦公用品展 也是國際文具買家和供應商的交友平台之一 真的非常厲害耶 那所謂的Be True 他們說這代表的是一種生活方式 希望大家都可以喜歡這種慢慢來的美好 Be Your True Self 這個設計的概念我個人非常喜歡 因為我們現在有很多的人啊,生活步調都是比較偏快的 有時候可能會被壓得喘不過氣來 像我自己個人也是一樣,工作算是比較那種 步調比較快速的 所以呢,如果可以靜下心來慢慢的做事 似乎也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好,我們前五正題 我們來看一下靜心電子禮盒裡面有什麼好東西 我們可以看到內容物啊 有 暗黑星球綱筆 品牌特製真皮製深色筆套 還有德國品牌 施耐德的歐龜黑色卡式墨水管 還有 台製歐龜推拉式吸墨器 流瓶紙天地蓋筆盒 設計小卡片 檀木創意星球筆座 石鹿鐵盒裝德式卡水 以及最後外面這一個 天地蓋牛皮紙盒 加上它的牛皮紙提帶 好,我們來看到這一支暗黑星球綱筆 它真的是很暗黑 有一種神秘感 這種霧面的材質 那它在這個筆蓋的地方 其實還是可以幫你刻字的 本來在我的想像當中 這個刻字可能是會有點燙銀或燙金 但沒有 它是低調也是黑色的這種刻字 就是它有一種隱晦的專屬感 我們等一下可以來試試看這個 筆觸剛筆寫起來的筆觸怎麼樣 繼續看到喔 它後面還有這一個 推拉式的吸墨器 以及這個鐵盒裡面 一共有10個得志的卡水 你以為它就只有附這10個嗎 其實沒有 在這個筆管裡面 欸,它已經先附贈一個給你了 我覺得很大方 加上這個吸墨器 所以如果你有特別好特別美的墨水 也可以放在這個吸墨器裡面使用 然後它這個整個鋼筆 可以放在這個它的皮套裡面做保存 筆寫一寫,放旁邊不好愧 這個時候一個筆做就來了 沒有,剛好搭配它這個暗黑星球的概念 我在猜想它很像是那種 月球表面上會有些凹凸不平的一些 山脈啊,這種概念 所以這一系列的搭配啊 剛好也是我個人還蠻喜歡的星球的感覺 最後它還有一個很貼心的設置 就是它附贈給你的這個 唉呦,有點亮亮的 這個莫蘭迪風格的空白小卡片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想要送禮物給別人的話 你不用在自己額外買卡片了 它裡面就附贈一張給你很周到的設計 好,我們把墨水放進去之後來寫一下 先錄幾個圈圈 好,還算OK 好,那寫個YA Diary 少量寫喔,我覺得這支筆沒有卡卡的感覺 算是過了我的第一關啦 正好12月 我們來寫一個和我同一天生日的詩人的作品 這是我學生時代會讀的詩 是Emily Dickinson的作品 她在美國文學界的名聲很響亮 過世之後被發現有留下超過一千首的詩作 主題有愛情啊,生命啊,還有花草等等 我只能說,真的是非常的美 像我現在寫這一首啊 我們看前面四句 它是說 請允許我成為你的夏季 當夏季的光陰已然流逝 請允許我成為你的音樂 當夜音和菁英收斂了歌喉 你看你看這是什麼樣的比喻 真的是很棒很有氣質吧 這種瘦氣的筆啊 這種瘦氣的筆啊 以我這種大手的女生來說 拿起來用起來都蠻順手的 女性OK 男性的話啊 就要看你們喜歡哪一種手感 如果您喜歡輕、細的手感的話 那應該也OK 品出剛筆它的優點是比較瘦氣 那加上它的顏色很單純 也是比較有質感的 所以不用擔心說 用一下子就退遊行 那現在耶誕節也快要到了 像這樣子一整個禮盒包裝 很適合當成禮物使用 整體條件看下來啊 算是一個高貴不貴的選擇 比方說像是我寫字 就慢慢 跑步也慢 對,跑步也超慢的 好啦,我們開箱完畢了 不想問您喜不喜歡像這樣子的鋼筆呢 那我們也很感謝製機師 提供給我們了折扣碼的優惠 而且使用期限是到明年的1月31號為止喔 如果您有任何的問題 或者是您認識了其他不同風格的鋼筆品牌的話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喔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掰掰